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曾经多次发表种族极端言论的前首相马哈迪 再次发表挑衅言论 他早前接受印度电视台线上访问时 再一次捞掉重谈 指责我国的华裔和印尼族群不完全忠于大马 这一次他讲得更直接 他认为华人和印度人都应该放弃自己的文化习俗 变成像他一样成为一个百分百的马来人 杜玛说但现在华人和印度人要做大马人 却没有放弃自己的族裔身份 意味着他们没有把马来西亚当作是自己的国家 杜玛强调只有把自己视为马来人 才有权把马来西亚称为是自己的国家 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 任何人想要说自己属于某个国家 就应该要先自我认同为是当地的土族社群 当主持人问到 马哈迪多次被人提到 他具有印度血统的这回事实 马哈迪强调他不是印度人 他完全不了解印度人的语言 而且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马哈迪说他讲马来话 保有马来习俗和传统 因此他现在是百分百的马来人 前首相马哈迪再次语出惊人 他在接受印度电视台线上访问时重提童话论 马哈迪说一个人只有把自己视为马来人 才有权把马来西亚称为是自己的国家 然而当主持人追问 难道各族群就不能在忠于国家的同时 也维护自己的根源吗 马哈迪说他认为问题在于 这些移民声称这是自己的国家 但却仍然实践非马来人的文化习俗 马哈迪在整个访问过程中 也多次被问到他印语血统的问题 但马哈迪强调自己说的是马来语 只有马来习俗和传统是一位百分之百的马来人 马哈迪强调当任何人要说自己属于某个国家的人民时 就应该要自我认同为当地的土著社群 马哈迪强调当任何人要说自己属于某个国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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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哈迪强调当任何人要说自己属于某个国家的人